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 一夜之间啊,资博又火了 火了的原因呢,很多 我朋友老范讲故事呢,他也分析过 资博为什么又火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频道也都分析过 那么随着五一黄金周的临近啊 我们前面讲过很多 寻儿的家长啊,齐聚资博啊 希望通过资博呢,来扩大影响力 找回他们被拐卖的孩子 那么自博室啊,关于游客到自博旅游啊 也发出了至广大游客的一封信啊 就是五一的客流量已经超过了自博的接待能力 建议大家是错峰出行啊 自博呀,这么突然的可以说 这个自博烧烤火出了圈啊 这种难得的厚爱呢 使得自博呀是应激不暇 虽然他们的已经全力以赴 但是呢,还是没法满足这个游客的这个体验需求 所以呢,客流量过载啊 包括宾馆啊,各种设施啊 都已经达,就是满足不了要求了 你像五一城市张店啊 中心的城区酒店基本上都满了 像很多重点路段 网红打高点呢 现在已经出现了交通阻塞 停车难,排队难这些问题啊 就是自博呢 平常啊,堵车啊 像火车站边啊 还有张店一些老城区啊 经常堵车 但是其他地区 我去的比较多的是开发区啊 很多带上朋友在那些地方呢 还真的不堵车 我对在自博呀 啊,还是比较熟的 那这一次呢 他们就发了一封信啊 这个信呢写的很长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封信啊 很有意思啊 这是他们发的一封信 就是进资赶考啊 的这个起的很有意思 讲了啊 就是自博呢火了 很感谢大家的意思啊 但是呢 确实满足不了要求啊 那么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呢 他们也是怕出现各种各样的 将来出现呃 旅游的其他问题啊 出现呃 事故 所以呢就建议大家不要去 你可以去山东其他地方 这个还挺有意思 包括你像呃 去青岛是吧 去呃 东营啊 去围方啊 呃 这些地方都可以看看 但是呢 大家就不要来自博了 那这个不要 其实不光自博 那我查了一下 这个协生网上啊 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宾馆 打卡地 基本上都满了 现在你要是打开抖音啊 那些旅游热点的目的地的网红数量 是急剧增加 我建议大家在家里边就刷抖音 看直播就行了 能看到当地人爱人的这个情况 呃 特别是呃 呃 大家知道啊 目前呢 这个很多的这个人多了之后啊 总出现你想象不到的一些事 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大家呢 无疑啊 我建议是尽量避风出行啊 当然说你你确实是计划已久 那你就去看 但是呢 一定要提前订好 不然的话呢 呃 一旦出现了 比如订不上宾馆 吃不上饭 堵车 很长时间 就把你这个出行啊 这个效果呢 完全给打折了啊 花了钱 也没个好心情 是吧 呃 尽量的话呢 在周边消化啊 这是资博烧烤 成了这个热点之后啊 资博呢 是难以招架 这么一个故事可大家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